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可以看出劉勇的形象 一個叫浪子文人 還有一個叫什麼 市民文人 你可以看到那個觀漢卿的 到了元代觀漢卿那個套曲 那個叫什麼 就好像書會才能 就好像那個黎原 黎原扳頭在說書的那種感覺 我把它唸一遍 那完全非常的口語 這裡面把很多的黎語 黎語加入了詞裡面 所以這首詞 讓我們看出劉勇的詞的 有一個最大的風格在那 就是一個俗字 你要講他低俗不過 不是說 不是說他寫這種市民文學才俗 他的雅詞裡面有沒有俗 他的雅詞裡面也有俗 懂不懂 所以我剛剛講那個俗 不要把它說是比俗 初俗 低俗 不是 它是什麼俗 通俗 通俗 就好像剛才說 現在大家在講說 佛教韓族 所謂叫人間佛教 就講通俗 通俗有什麼不好 通俗大家都能接受 對不對 大家都能清淨 那麼這個從 讓詞走向 從剛剛講不是有井水俗嗎 為大家普遍的接受 我們看這個 評審自負風流才叫 口耳禮 通道之 成章照 唱心詞 改難命 總之編倒 解說辦 這個字 人拼色 這個拼色調整是宋敗的口語 可能就是說一個說唱 還怎麼樣 表裡兜俏 每一早飲席歌宴 人人盡道 可惜你須勞了 你看這個都是語詞 這個都是當著宋代人的一個口 那個講話的口氣 嚴頭大火成叫來 道人神不但不須煩惱 欲良辰當眉景 追歡買笑 聖國曲百十年 是任思好 就這麼好 若獻滿鬼使來追 戴倩閣 焰通則道 你看 這個是不是很熟的 很通俗的一首詞 口氣完全是一個 跟同學稍微 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說 平生自負風流才掉 我平生呢 就自己覺得 抄好了嗎 平生呢 就以這個制式其財 我怎麼樣啊 風流 風流 這個風流不是講 我們現在講的風流是很下流的 風流就是說他這個 很高雅的 很平革 很優雅的 財氣很高的 風流 財掉 我的財氣 財氣很高的 口裡 幹什麼呢 通知 道知 張 陳 兆 我 那個 這個知道的人 人脈也很廣 往來的人 張 王 照 唱新詞難改令 總之顛倒 這個總之顛倒就是說 我在唱詞的時候 我在用這些詞令的時候 總之顛倒 什麼叫顛倒 會知道要能夠調換上下詞的一個次序 顛倒是怎麼樣 比如說我在唱詞 填詞的 應用自如 上片下片 詞牌怎麼樣 詞令怎麼用 應用自如的 不是說那個顛倒 所以總之顛倒 這表示是這個歌技他本身 或者是寫他自己 有用來說我在填詞做新調 是應用自如的 是非常純熟的 一點都難不到我 知道怎麼用 上下的那個什麼 調換上下的次序 叫做總之顛倒 解刷絆 這個刷絆是怎麼樣 刷絆就是打絆 打絆 我化妝的時候 我有著妝的時候 當然固然非常的美好 腳好 面貌腳好 我卸妝的時候 解刷絆 有的人卸妝是不能看 有的女孩子晚上卸妝很恐怖的 為什麼 他把眉毛都剃了 你會看到一個沒有眉毛的人 很可怕的 那個臉 所以有的人那個臉 他臉上白天是一張臉 晚上是不是一張臉 還記得漢武帝的有一個寵妃 叫什麼李夫人 什麼夫人 因為他長得非常的好 他要死 漢武帝非常愛他 他要死的時候 漢武帝要見他 他堅持不給他看 為什麼 他說我要保持皇上 你對我那個美好的印象 所以我這個衰老的 那個病態 病厭厭的樣子 不給你看 所以他這個人覺得 表示說我是天生立直 男自棄的 我有上妝沒上妝多的 面貌比較好 這個拼色搞不清楚 這是宋代人的口語 語意不詳 所以我的表裡多翹 這個翹通那個翹 很翹立的翹 表裡多翹說我有外在眉 我還有什麼眉 我還有內在眉 表裡都很好的 所以我每當碰到了飲食歌宴 有酒會的時候 有酒宴 有宴會的時候 有人人盡道 每個人都誇獎過 可喜 你看這兩個可喜喜 這可喜喜就是可喜 那個喜是個語助詞 那麼這在禪宗 禪宗的語錄裡面常常用 禪宴錄裡面就有了 禪宗常用的禪宴錄當中常用的語言 那個許 那也是宋代人的口氣 你看他把這個平常宋代人講話的口氣 用到哪裡來 用到文學作品 像我們剛剛這裡 然後這裡呢 元羅大伯 大伯就是大王 元羅大伯就是元羅王的意思 元羅王曾叫來告訴我說 人生實在不需要煩惱 人生幾何 對酒當歌 如何解憂 我有杜康 就是說 人生只要怎麼樣 不要至少煩惱 煩惱是從外面來的 所以說呢 你碰到良辰美景 好時光 碰到當前的美景 你應該做什麼事啊 要追歡買笑 好像一副 一副要及時行樂的 追歡買笑是什麼 是照到花街柳巷 去尋取歡樂 這是有個故事的 說靈呢 說靈呢 有一部書叫說靈 說話的說 雙木靈的靈 這說靈說呢 有個五帝呢 跟一個 一個 一個記 有一個 一個歌記呢 看花 叫做麗娟 在看花 這說剛好 牆尾花開了 然後那個花呢 就好像 含笑的樣子 牆尾花開 然後呢 這個五帝就說呢 所以這個花呢 他怎麼樣 這個花開得這麼好 這麼好 所以呢 才博得家人一笑 就是花開 那個花好像是含笑 像在笑一樣的 所以五帝就稱聲說 此花決勝 美人 家人笑也 就等於 人跟花都在敬驗 敬曬哪個艷麗 因為花開得很好 所以就博得美人一笑 自來很多的帝王都為了博得美人一笑 是不惜一切的 那個誰啊 那個包氏有沒有 包氏 為了要博得他一笑 周一王 那個包氏很漂亮 但是不愛笑 初一王為了博得他一笑 想盡辦法 把那個絲綢啊 絲綢拿來吃 江南的貢品 吃那個誰 那個呢 這個包氏勉強抿嘴一笑 這還不夠 後來呢 周一王他想到一個辦法 所以叫做疾瘋火 對不對 疾瘋火就說是 就是說 那個周四有危險 各國諸侯看到那個狼煙 瘋火 就會從四方趕快來救駕 所以周一王就帶著他的寵妃包氏 登上那裡看瘋火 然後呢 十方的諸侯就以為說 真的周天子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快馬加鞭趕來 然後包氏看到大家那個髒 驚慌的樣子 就是 就破眼 就是開眼一笑 但是這一笑就把叫做一笑清國 再笑清成 就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麗娟就問說 問這個皇帝說 笑可以買嗎 皇帝說可以買啊 這個所以呢 這個麗娟就取得怎麼樣 取得一百金的 一百金的黃金 做這個買笑錢 那麼 就作為跟這個皇帝 一天的歡樂 所以現在叫買笑 我們現在叫買笑 買笑就是後來就是說 後代的人去 俠祭就叫什麼 買笑 這個唐宋文人 整個社會 對於文人去俠祭這樣的風景 是不覺得奇怪的 反而就是一個文人之間的風流替打 所以 那麼但是真正論及婚姻是哪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幾個我們講過 有些文人家裡都會有一些家計 好 他說呢 我怎麼樣 當美景要追還買笑 比這個即時行樂 比如說 聖火曲百十年 比這個苦苦的 你知道嗎 你絲好就是互相 絲好就是相好的意思 這樣的一個玉良的美景 要及時去追還買笑 比這個傻傻的 就是說很平淡的 過一百多年 過幾十年 還要什麼 還要好 就這樣相好 如果說我的期限 人的百年期限到的時候 小鬼鬼死來追我 戴倩閣眼通足道 那個倩是什麼意思 請人家代為做事叫倩 你在詞裡面才會發現 找人代為做事叫什麼 請人代你做一件事叫倩 所以言論王派小鬼來的時候呢 我就怎麼樣 倩個眼通足道 這意思就是說 那個時候他對這個 你看這個劉勇這首詞 就是他很口語化很理語 然後你就看到原來的那個 套起的那種 那種形式那個風格出現 所以作為一個這樣子 斯大夫出身的 原來斯大夫出身的 他寫出這樣的話 所以難怪 艷書 他們這些傳統的斯大夫 當然會對他提出什麼 爭辯的 對他就是批評的 所以他還有一首 還有一首也是很禮詞的 我們再舉個各位同學看 我要給你們看多方面的 劉勇的詞裡面多方面的風格 為什麼會被這個 這個被批評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他這個 他這個完全是一個 站在當時的 那些歌技的立場 他們的了解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心聲 寫出他們的心聲 鎮得帮著 太批評了 台左 近郎 3 2 2 7 3 3 下面我們找一個要寫一首叫做定峰坡 定峰坡這也可以看出 那個劉勇把自己化作那個歌妓 那麼對於博姓的良人 喊出來一個就是女性的心聲 這首詞就被驗書 驗書就是當時的宰相 驗書說大罵她的 說要把這個 就是被她為吃笑 被那個傳統的文人吃笑 我們來看看她怎麼寫出 這樣的詞出來 定峰坡 我們來看一首叫定峰坡的 være裝作臨 介紹來了 新鮮を吸奏 學習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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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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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用运好密 恨伯伯伯伯一句音讯无过 这是上片 这句话就是被艳书 这个女子是不是非常的烈性 直书情感 绝对不会延远长长的 过去的大家闺秀 闺房里面 深闺里面的妇女 那个良人去出征或是不在 不能这样旁白的时候 他人家恨伯伯伯伯伯 那个没良心的 那没良心的东西出去 到现在都一点音讯无过 早知证明 早知道如此 会当初不被 会当初不被 很白話 非常的白話 這個是不是兩片 我們問一下是不是兩片 上下兩片 它這個已經比較是 絕對不是以前我們舉過的 那個歐陽修 或者是范仲淵 那個送出那些那種小令的歌曲 篇幅已經比較大 這寫一個女子 自村來 應該下課了 我們把那個 村來 自村來 慘律從 還是休息一下好了 這個待會兒我再來說明 那你看這裡面有很多的 那個直書情感 所以可以看出一個情很真 那麼 對他遠離的那個情人 又思念了 又埋怨了 那麼用一個比較很直接的 數字直接的文字裡面 把他的感情就很正確的表達出來 那麼有別於 詩那種很委婉 會韻戒的 很晚起的那種感覺 是直書胸意的 好 休息一下好了 還有那個這個還有一個用詞 用韻很密 用韻很密 還有各位同學再換一個 他這個上下片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一樣 沒有 有沒有 上片跟下 是不是叫這個叫什麼 換頭 還記得吧 我今天要教各位同學一個格式 叫做雙拽頭 劉勇的詞 那就出現了 那就是三片 這個都是雙調 有沒有 雙調 那它有三疊的 好 休息一下